在具有这样一种空间鬼序的同时 还有一个特点 起步于西部的这样一个政治集团 都具有弱的特征 但是呢 凭借自己并不强的力量 最后以弱胜强 那么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西部地区的政治集团 凭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些与弱胜强的政治集团 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我们这里看到的 这就是来自于史记之中的记载 这里记载 当年周武王克商 他拥有容车三百身 五分三千多人 甲氏四万五千人 合起来充击量不到五万人的力量 而他的对手 商周王有七十万人 我们从兵力对比上来讲 这俨然是一个一轮即时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是周武王赢得了胜利 建立了西州 再以后呢 秦始皇 凭一国之力 同一天讲 除汉之争 刘邦若 向雨强 这也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一个事实 而当年呢 北中灭北齐 那个时候呢 北中最初 他们是建立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上呢 我们很多熟悉历史的同学都知道 这是在南北朝时期 北方政权 北魏的基础之上 在北魏晚期 出现了分裂 进入到了西魏和东魏 这两个政权的时期 又在这个基础之上 又形成了北中与北齐 当在北方大地上 有这两个政权 东西之间对列的时候 北州最初 只拥有今天 以陕西为主的地带 而北极呢 却拥有今天 我们熟悉的 山西 河南 河北 山东 从空间力量 和实力对比上 北州 也然是弱者 但是最后呢 灭掉了北齐 所有这一切 起步于西部 又完成了 以弱胜强 于是 我们对于 这些起步于西部的 政治集团 他们起步的地点 必然产生了一个 重大的兴趣 在讨论 起步于西部 这些政治集团 起步地点 有什么特色之前 我们呢 看一部著作 这部著作叫做战争论 他的作者 是一位德国监督 叫做克劳塞维兹 从他写作的那个年代 一直到今天 阅读战争论的人 是很多 到今天 这部书 仍然盛行 那么 在战争论之中 克劳塞维兹 就提到了 这样一个 与军事地理 有关的概念 叫做 作战基地 说 任何时候 一支军队 要出击 要打仗 他必须 给自己 留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能够为这支部队 提供后勤给养 同时呢 当部队呢 完成 他的军事任务之后 能够有一个 得到修整的地方 这个地方 就叫做 作战基地 说起这个词汇 我们并不太熟悉 但是 我们熟悉 另一个词汇 叫根据地 其实 我们话语之中的 根据地 和克劳塞维兹 所提到的 作战基地 两者之间 具有同一词的意思 都是为一支部队 提供后勤给养 和进行修整的 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 所以 克劳塞维兹 认为 作战基地 与 执行军事任务 等 这支部队 最后的结局 有着 关键性的价值 那么 在西方 军事学家 提到 这样概念的 同时 我们看一看 我们中国 古人 又有什么样的 见解 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位文人 叫做 顾祖渝 他写了一本 长篇巨著 叫做 《独史芳渝记药》 这本书 被认为 是中国历史时期 一部 完整的 巨大的 军事地理著作 那么 在他这本书之中 都讲什么了呢 与 顾祖渝 同时代的 也有一个文人 叫做 魏昕 在读了 顾祖渝的 著作之中 为 这一部 巨著 做总序的时候 他说到 其实 悟祖渝 通篇 提到了 两类 地形 和地点 一类呢 讲的叫做 根本之地 另一类 叫 启示之地 悟祖渝 生活在 明末 清夫 他带着一种 反清 复明的 这样一种思想 于是 在独属 独史 方域 纪要之中 提过了 天下 很多地方 他认为 这 许许多多的地方 都可以 利用 自然地理 形式 造反 这就是 启示之地 而 卫喜 评论 认为 这 启示之地 到处都有 可以不用去认真的考虑 都可以造反 都可以启示 但是 根本之地 就不同了 根本之地 存在的价值 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确立一处 根本之地 是要在整个天下 大的地理形式之中 进行认真的 审夺之后 权衡之后 才能获得 那么当 读史方域 纪要 这一本书 问史之后 引起了后世 很多的 政治家 军事家 他们的重视 更远的不说 我们看清末 曾国藩 面对清末的 面临的形式 他提出来了 他说呢 根本之地 是一个 愁粮 愁火的地带 如果 在 长江下游 有事的话 根本之地 在上游 如果 西域有事的话 根本之地 在陕西中部 关中地区 回顾那段历史 我们都会知道 他讲的 他讲的这两件事 是与当时的 几件重大的事件 是有关的 曾国藩所说的 江南有事 这一定指的就是 太平军 占领了 长江下游 并以南京为都 那么 他讲到的呢 这 西域有事 这是当年 在中亚地区 有一个小国 叫 浩瀚 从那里的一个军官 叫阿古白 率领一支军队 进入中国新疆 煽动 新疆人 于 大清帝国 脱离 也就意味着 新疆 面临着 威胁 这一东一西 两个重要的大事 采取军事措施 必须有一个 酬粮酬款的 根本之地 于是 曾国藩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 那么从呢 物足余的 根本之地 要在天下之中 进行审夺 于是呢 我们就将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回归到 无论是 克劳塞维兹 提到过的 地形 地貌 作战基地 还是 物足余体的 根本之地 我们把一个 讨论的核心 就放在 西部地区 这个西部 不是在今天 中国版图的 大西北 而是在 中国 东部地区 西部地带 那么 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 讨论 在中国 历史时期 大战略 实行过程之中 自西向东 这一个空间 轨迹的 起步之处 在哪里呢 所有我们 谈的这些 重大历史事件 他们的执行者 战略的 发起者 起步地 都在今天的 陕西 关中 地带 说起 陕西关中 于是呢 当地人 留下了一句话 叫做 八百里 秦川 这八百里 秦川 事实上呢 是一片平原 我们从呢 这 一上 一下 两幅地图 之中 都能获得 印象 上面的地图 是由 等高线 构成的 地形图 下面呢 是经过 蕴染之后 构成的 地形图 两幅地图 以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表现方式 都给我们留下 一个印象 关中地区 整个平原地带 地势平坦 但是周边地区 却是山地 我们看到 关中地区 南部 是秦岭 然后呢 北部地区 是黄土高原的 丘陵沟壑区 这 一南一北的山地 在关中地区的西部 两者之间 汇合 这样的话呢 在关中地区 就构成了 南 北 西 三面 为山地 而东部地区呢 这是黄河 于是呢 在这种 山 河 所包围的 地理空间之内 就构成了 八百里秦川 湾中地区的 基本地理形式 这八百里秦川 东西之间 有三百四十里地长 南北之间呢 大概有 一百多公里 这个地方 如果站在 历史的 大战略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重要的 根本之地 而这样的一个根本之地 就在于 它是一个 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有山河 围绕着周围 构成了一种 天然的 地理屏障 而中部呢 这就是 八百里秦川 肥沃的土地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地带 由于周围 是山地 是河流 但是呢 山地河流 没有导致 这八百里秦川的 关中 和周边地区 就完全闭塞了 它是通过 许许多多的道路 和四周地区 进行来往 而呢 穿行在 山河之间的道路 要经过 许多的关口 也就是说 无论是在 山谷之中 那些狭窄的地带 设立关口 还是在黄河上 设立渡口 这都是冷兵器时期 被称之为 关的 这样的地带 而关呢 从地形上 不但狭窄 而且显耀 一手 而难攻 关中地区 可不是 一个关口 有许多的关口 比如说 在历史上 最为著名的 是它的 东部的 几个关口 首先 在关中的 正东房 在今天 河南 林宝市境内 有 韩古旧关 汉武帝时期呢 出现了 韩古关的迁移 迁移到今天 河南省 新安县境内 那 东部地区 这一个 韩古关 在 冷兵器时期 尤其是 春秋战国 到 秦汉时期 它的作用 是非常大的 我们从 地形图上 就可以发现 韩古关 西 是 黄河 韩古关 北 是黄河 南 是 萧山 于是呢 一个在 山河之间 留下来的 狭窄古道 这就是 韩古关 而 历史时期 又以 韩古关 作为一个 地理界限 界定了 东西之间 于是 我们看到 在 春秋 战国 到 秦汉时期 习惯呢 将 韩古关 以东地带 称之为 关东 那个时代的 关东 可于 后世的 闯关东 是不一样的 地理范围 是很广的 包括 今天的 山西山东 河北 河南 等等 地带 而 韩古关 以西 被称之为 关西 这主要是 今天的关中 陕西 等地 如果呢 不以 关为界 那么 以对应的 韩古关的 萧山为界 又有了 萧山以东 为山东 萧山以西 为山西的 这样的 地理概念 当然 东部地区的 关口 不仅仅有 韩古关 东北方向 有位于 山西 永济境内的 湖境关 这是黄河上的 一个渡口 另外呢 在东南方向 有位于今天 陕西 丹 凤县 境内的 五关 除此之外 在关中 在关中地区的 北部地带 有 金锁关 通过这里 就进入到了 陕北地区 西北地区 有 萧关 然后呢 在 正南方 秦岭山地的 山口地带 构成的 关口 那就更多了 比如说 像 紫武关 散关 等等 都是如此 这 众多的 关口 包围在 关中地区的周围 所以说 关中的 德名 就来自于 众多 关口 中间的 这块 土地 因此 有了 关中 这种 说法 那么 在历史时期 这众多的 关口之中 我们说过 韩古关 最为重要 第一 它是面向 整个中国 黄河中下游 所在的 东部地区 同时呢 在冷兵器时期 又起着 关键性的 一手南攻 军事要塞的 这样一个作用 围绕着 这个关口 出现过许多 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我们所说的 讨论的 这种 起步于西部 已若盛强 完成这种 自西向东 空间轨迹的同时 还有许多重大的事件 发生在这里 我们现在呢 举个例子 与 韩古关 渝关中 东部地区的 关口 有关的 讲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据说呀 在清朝 这些文人 赶考 有两位文人 在路途相遇 住在同一个旅馆之中 互报姓名 其中 第一位文人 是这样说的 他说呀 骑青牛 过韩古 老子姓李 这文人呢 总是要炫耀 自己的才华 这是一副 对联的上联 而呢 当年 老子 骑青牛 过韩古 还留下了 五千字的 道德经 给那位 看守关口的官员 这似乎在历史上呢 是很多人 都知道的故事 用这个故事 说自己姓李 但是 这是一语双管 既说到了老子 又把自己的辈分 提高了一个从子 可是呢 这另一个文人呢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呀 我叫展白蛇 入武关 高祖是刘 大家也熟悉 当年呢 刘邦 率领人 参加秦末战争 一个晚上 喝了点酒 这支部队 趁夜赶路 突然 前面有人说 一条大蛇 躺在路上 这刘邦呢 趁着酒劲 拔出配件 就把这蛇 给杀了 又走了几步呢 有个老人 在那里哭 说呀 我儿子呀 是白帝之子 如今被赤地杀了 这变成了一个 神奇的故事 在史记之中 就有记载 那么后面这个文人呢 就利用这样一份记载 和传说 有了 展白蛇 入武关 高祖是刘 那么这入武关 讲的是什么呢 当年呢 刘邦奉楚怀王之命 扫荡中原地区的 亲军藏布 而项羽呢 北上 发生了 惊天动地的 巨路之战 那么当刘邦 扫荡了中原地区的 秦军残布之后 一路打向 寒谷关 这里是冷兵器时期的 一个险关 一手 南宫 逃不下来 有人就说了 如果绕道到东南地区 汉水上游 有一条汉水的支流 丹江 过武关 一定 那里是比较薄弱的 果然 刘邦听了 毛氏的话 一路轻松的 过武关 进入 关中地区 那么 这一位姓李 一位姓刘的文人 在 对话之中 给我们展现了 关中地区 东部的两个关口 寒谷关 武关 那么 这样的一些关口 在中国历史时期 不但有过这样一些 重要的故事 同时 古人 也对 这些关口 乃至于 与这些关口 绑在一起的 我们要讨论的 根本之地的关中 进行 各种评价 首先 我们要说的是 在 《战国册》之中 记载了 那个时候呢 很多的毛氏 奔走于列国 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 苏秦 就来到了关中 那个时候呢 是 秦惠文王 刚继位的时候 苏秦 对 秦惠文王说 秦帝 有 消寒之故 这是我们说的 寒谷关 他的南侧 就是 消山 这是 冷兵器时期的一个 闲耀的关口 同时 有着这样的一个 地理上的 优越性 而八百里秦川 是 卧夜 千里 整个 国家 是非常 强盛的 那么呢 继 苏秦之后 另一个毛氏 张义 也来到了 关中 那么呢 他 又呢 说什么呢 他在 周游了 秦忙之后 然后呢 又到 中国 那么 再谈到呢 关中地区 有什么样的优势 他讲到的 这里叫做 披山 带河 四在 一为故 什么叫 披山 带河 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 三个方向 为山 向东 为黄河 这就是 披山 带河 冷兵器 时期 人们把这种 地理形式 称之为 行胜之躯 复赛之国 一手 而难攻 在 战国时期 这些 谋士 对于 关中地区的 评价之后 我们看到 秦末 项羽 打胜了 去路之战以后 也来到了 关中 下一步 他自立为 西楚霸王 政治中心 安放在 什么地方呢 于是呢 一位姓韩的 谋士 告诉他 关中 祖山 带河 四在之地 土壤 回窝 如果 将自己的 政治中心 立在这里 可以 称法 天下 那么 所有的人 对于 关中的 评价 我们看到 几乎 是相同的 那么 当呢 刘邦 在 楚汉 之争以后 赢得了 项羽 完成了 楚汉 之争 国都 选在 选在 什么地方呢 有三个 选项 第一 距离 今天 郑州 不远 的 形 雅 第二 作样 第三 是 关中 周围的 毛氏 如何 讲的呢 首先 楼敬 说 关中 踢山 带河 四塞 以为 故 同时 这里土地 肥美 有天赋 之称 张良呢 在与洛阳 进行对比的 过程之中 再度强调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最后落实的 一句话叫做 金城千里 天赋 之国 什么叫金城千里 就是古人 反复强调的 披山 带河 四塞 以为故 像由金属 所打造的 一个铁土 一样 构成 这样个 天然的城池 一手 而难顾 天赋之国 讲的是 土壤 肥美 物产 丰厚 今天 说到天赋之国 大家会想到 成都平来 其实呢 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天赋之国 是关中 什么叫天赋之国 古人说的就是 天子之福 那只能是土壤 那只能是土壤 肥美 物产 丰厚 其实啊 早在 正国初期 儒家经典 上书之中 就有一篇文章 叫 宇宇宇宙 宇宙 将天下 分为九州 九州的土壤 等级 也同样 是九个等级 而上上 等的 就是 雍州 之地 雍州 在哪里呢 就在 关中 地区 我们可以发现 从 战国 一直到呢 楚汉之争时期 所有的 毛氏 在 谈关中 他们的话语 几乎是相同的 其实 这绝对不是 抄袭 而是一种 共识 那么 这种 共识 这就 证明了 关中 地区 在 军事地理上 有两重价值 第一 自然地理形式 构成的这种 山河形成的 地理屏障 一手 而南宫 可以自保 另外一点呢 八百里 秦川 土壤肥沃 在这里呢 可以自己 养活自己 所有这 两项指标 这就是 古人 所说的 在天下 自然形式 之下 经过 认真 审夺之后 具有一个 根本之地 拥有的 地理基础 当然 在 根本之地 凭借 自然地理 拥有 这样基础 的同时 其实 人的谋略 则起着 更大的作用 当年 苏秦 来到 咸阳 经过一番 游说 秦桧文王 没有听他的 他说 我听说呀 那 一只鸟 在没有 长好 羽毛的时候 是不能飞的 如今 我刚 继位 还没有称霸的 这一个愿吧 于是 苏秦在 咸阳 等了两年 盘缠花 没了 身上的 黑皮 的 貂皮 袍子 也穿的 没了毛 很落魄的 回到了 洛阳老家 一家人 都对他 非常的 冷落 于是 苏秦 开始 发愤 读书了 头玄良 能追赐 古功 如此 发愤 读书 我们当代人 都很奇怪 他又不是 在高考 值得 这么用功吗 他又读的是什么呢 仔细看 是两类书 第一类 与打仗的 战术有关 这就是 太空兵法 另一类 是 与天下 有关的 地理书 他要了解 天下的 山川大事 每个国家的人口 军队 等等 当他完成了 这一番努力之后 到达了 赵国的都城 涵养 涵郸 对赵国的国军说 如今 秦国 俨然具有 各强国的 特征 虎视 自华养的 盯着 山东 六国 我们要进行一个 联合起来 组织成一个军事联盟 这就是 合纵 合纵 指的是什么呢 合众若 以功一强 这众若 是山东 六国 一强呢 就是秦国 赵王毅挺有道理呀 给着他盘缠 给了他车马 于是 苏群周游列国 跨六国 巷印 完成了任务 荣归相邻 合纵 组织成立了 那么就在这时候 秦人有点紧张了 但是呢 张义来了 张义说 不要紧 他们有合纵 我们可以成立 连横啊 这连横是建立在 秦人的利益基础之上 叫做 势意强 以功众弱 在这个军事联盟之中 无论秦人是联席 还是联储 所有的利益核心 都在秦本身 于是 这一东一西 两大军事联盟 形成了 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 胜利之后 以西欧为中心 构成了北约组织 以东欧苏联为中心 构成了华约组织 当然今天 华约解体了 北约 依然存在 那么 我们就要看了 这两大组织的发展 势头是什么呢 合纵 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所有参加其中的 三东六国 都希望 在这个组织之中 获得自己需要的好处 同时 一力抗秦 则是一个次要的目标 对此 掌国策制中 有各种各样的记载 比如 有一段记载 这些谋士们说 大自然之中 有两只野兽 在进行争斗 忽然发现老虎来了 他们都知道老虎比自己强 马上不打了 各自逃命 如今 那秦 就是那只老虎 但是呢 列国 不但不知道呢 要联合起来 而且内讧 是不断的 这里有什么样的内讧呢 其实最有利的一个例子 赵国在长平之战之后 几十万士兵 被坑杀在长平 活埋了 这对于赵国来讲 是伤筋动骨啊 但是不久之后 赵王呢 又开始算计了 他说呀 在赵与燕之间 燕国有几个城 他打算派军队 他那几个城啊 据为己有 但是结果适得其本 自己边界上的城 倒被赵燕国给拿去了 这是典型的内讧 而且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还有代理人战争啊 比如说 《战国策》之中 这一段 秦始赵宫位 这就是当代版 我们熟悉的代理人战争 如同今天的乌克兰 是欧美人指使的一个代理人战争 那么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种特点 服务于诸侯国之间 都有很多的毛氏们 那么 这些毛氏是为力 还是为忠心呢 这就很难说了 所以呢 在战宫晚期 又一次合纵成行了 秦芒呢 有些顾虑 于是啊 有一个毛氏 叫唐居 他对秦芒说 大厅里啊 有一群狗 躺着的 握着的 都很安分 如果扔出去一块骨头 他们就会为争骨头 而打起来 如今呢 我们就可以给那些毛氏 扔一块骨头 让我呢 带着五千两黄金 赶着一辆车 到赵都邯郸 为什么要到那里呢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呀 赵国国军 是合纵 合纵长 那那个地方呢 邯郸就是合纵的中心呢 如同我们今天所知道 北约总部 是一样的 那么唐居呢 就请 给了他 所有的要求 他赶着车 带着黄金 还带着一群吹鼓手 唐汉郸 为什么要带吹鼓手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常识啊 一个商店 要促销 会弄一群十八线的明星 吹吹打打 当年呢 也是一样的 要弄出点动静来 唐居这五千两黄金 才送出去三千两 服务于 诸国 诸侯国的这些个谋士们 就纷纷的离开了 回家去花钱去了 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合纵组织之中的 这样的现象 连横就不一样 无论是秦人连储 还是连齐 所有的利益核心 都是秦国 所以连横为主的齐 是屡屡获胜的 在战国晚期 又一位出自于 山东国家的 老师 叫范居 来到了咸阳 对秦王说 当年 秦人实行 连横的时候 秦人的军队 一直 打到齐果 即使端了几个城 对于秦国本土 没有任何好处 还得派军队 在那里守着 如今 可以实行 远交进攻 意思是什么呢 远交齐 楚 进攻三进 寒卫杖 打下一寸土地 秦就多了一寸土地 打下一尺 就多了一尺 于是秦王觉得 有道理 于是秦人 在战国晚期的 战略目标 就是远交进攻 那么我们看 这幅地图 红色的是秦 蓝色的是 韩卫赵 绿色的是 燕 齐 鱼楚 当秦人 本着远交进攻的目的 开始攻打 韩卫赵 而呢 齐楚这些大国 隔岸观火 与自己没关系 这就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有相同的一路 当年希特勒的闪电战 首先攻打的是东欧 那么西欧国家呢 认为呢 霍水东引 不到我这里来 是最好的 尤其反应强烈的是英国 当时英国首相 强普伦 飞到了柏林 和希特勒 还定了一个 和平条约 但是 他们都没有想到 当希特勒 完成了 东欧的战略任务之后 回尸相机 打到了法国 而且呢 英国是在大西洋之中的岛国 德国人的陆军 没有登上英国 可是伦敦上空的轰炸 也是十分惨烈的呀 战国时期的这一幕 后人都忘了 那么当呢 秦人 灭掉了韩 被 赵 这时候秦人的版图 和齐楚 开始相接了 再次组织新的合纵 已经晚了 北方的英国呢 还有 荆轲 刺秦 一切 都不会成功 所以 就在这样的一个 就在这样的一个 远交进宫的 袍裂之中 秦人 开始了 统一天下 我们看到 首先灭韩 随后灭赵 然后灭魏 再以后 灭楚 灭烟 灭秦 在公元前三世纪 完成了 统一天下的 历史进程 可以说 秦统一 从关中地区起步 以一国之力 以弱胜强 完成了 大秦帝国的建立 这是一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西汉初期 有一个文人 叫贾义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过情论 我相信 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读过的 那么在过情论之中的 开篇之处 如何写的呢 他写的是我们熟悉的地理 首先说 秦孝宫 这是从商鞅变法时期 秦孝宫 支持变法 于是秦人 一跃就游弱 变强了 那么他说呢 秦孝宫 据萧寒之故 永永州之地 这两句话呀 包含了我们刚才 所有讨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作为大战略 根本之地 关键性的要素 秦孝宫之故 秦孝宫之故 意味着 一守南宫 拼山戴河的地理形式 雍州之地 这就是天府之国呀 在谈到了这样的地理形式之后 然后 后面讲什么呢 讲到呢 山东六国 曾经 曾经以十倍之地 百万之势 扣官 而攻勤 结果是什么呢 秦人 没有一兵一卒的损失 合纵 解散了 然秦人呢 却越战越强 打秦始皇时期 奋六世之渔猎 一举 统一天下 这所有的这一切 用一种清楚的文字 告诉我们 关中地区 在大战略 四西向东 运作的空间过程之中 根本之地 具有的 这样的一个特征 而且 也讲到了 他具有的一种 优势 那么继秦统一之后 我们再熟悉的呢 这就是 刘邦向羽之间的 楚汉之争 刘邦若 向羽强 最后 刘邦 以关中地区 为他的起目之地 宁得了天下 当西汉王朝 建立之后 遍上群臣 刘邦认为 公居第一的是萧和 这些武将们啊 是很不理解的 他们认为 萧和 没有一城一地的功劳 怎么能够公居第一呢 刘邦就说了 我在中原地区打仗 当粮草急缺的时候 没等我说话 萧和就源源不断地 将粮草送到我的军队中 当我在打仗的过程之中 兵源损失严重 萧和 没等我说 就将那三秦子弟 源源不断地 给我送到军中 补充兵源 所有这两者 是最后制胜的一个 关键性的关键 但是反过来想 萧和之所以能够 获得兵源 获得粮草 与它 在关中地区的治理是有关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 关中地区 作为一个根本之地 披山带河 军事地理上可以自保 富饶的土地 有大量的物产 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 保证了 刘邦最后应得了 楚汉之争 从周五王灭伤 一直到北中灭北齐 所有在游西向东 中国历史上 这样一个战略空间实现的过程之中 根本之地 关中地区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要讨论的 是自北向南 纵向的 这一个空间 轨迹 我们把题目叫做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 与军事较风 当然 这是一个与军事地理有关的问题 在这种自北向南 大战略实现的过程之中 还伴随着 人口自北向南流动的过程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讨论的核心 在什么地方呢 此前自东相机 讨论的核心 是在西部的起点 关中地区 但是 从北向南的 这一个战略轨迹 我们讨论的 既不是北 也不是南 而是在呢 南北之间的 中间之地 淮河流域 这也就是说 在南北战略空间 轨迹的形成过程之中 其关键作用的 是在淮河流域 我们讨论 淮河流域 看的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呢 他是经历过 在于南北之间的 关联之中 经历了 几个发展阶段 好 我们就看一看 淮河流域 他的发展阶段 经历了什么 首先呢 我们从史前时期 进行观察 在这幅地图之中 红色的原点 代表距今 七千到五千年前 在今天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 仰少广化 那么同样的时间之内 在黄河下游地区 有涉及到今天的山东 和江苏北部的 青莲港文化 大问口文化 那么就是在青莲港 和大问口文化 所在的区域之内 就涉及到 我们要关注的 淮河流域 从史前时期 我们就发现 淮河流域 是有属于自己的 史前文化 距今四千年左右 龙山文化 崛起了 但是 就在龙山文化 所在的那个时代 淮河流域 仍然有属于 自己的文化 那么 从史前时期 进入到 夏商周 中国国家 建立的 初始时期 淮河流域这种 经济上的 文化上的 作为一个区域的 独立性 仍然保持着 意思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 独立的地理区域 在经济于文化上 于北方的 黄河流域 没有什么交互差 于南方的 长江流域 也没有什么 直接的交差 而保持着自己 一种属于自己的 独立性 那么这种独立性呢 我们在很多 历史文化 记载之中 就看到了 什么样的独立性呢 这就是说 当中国历史 进入了国家 阶段的时候 那么呢 淮河流域 有属于自己 独立的人群 而这些 独立的人群 保持着自己 在经济和文化上 具有的独立性 所以 留给我们 后世的历史 把它们称之为 叫 怀疑 最重要的是 一直到 发展到 西州时期 那个时候的 温风 淮河流域 怀疑所在的 这个地方 最初 都没有变成 温风的地毯 因此呢 对于当时 很多人 都把它看作一个 异己地区 这意思是什么呢 淮河流域 属于自己 文化上 经济上的 这样一个 独立性 在 从史前时期 到 夏商周时期 一直 保持着 但是呢 在以后的 发展过程之中 却出现了变化 这种变化呢 最突出的一个 特征是 淮河流域的 独立性 失去 它变成了呢 北方 黄河流域 自然而然 向南 延伸的 一部分 变成了 黄河流域的 边缘区 同时呢 它也变成了 南方 长江流域 自然而然 向北 延伸的 一个边缘区 这种 淮河流域 独立性的 一种失去 其实呢 与 南北方 社会发展 有着 直接的 关系 首先 中国 古代呢 经济重心 和 政治重心 最初 都位于 北方 但是 随着以后 由于 北方的 战争 南北之间呢 北方人口 大量 杜淮 杜江 而进入 南方 就在这种 人力的 推动之下 促进了 南方的 土地开发 和经济指标的 上涨 于是呢 到了 北宋时期 经济重心 转移到了 长三角 泰国平原 与此同时呢 整个江南地区的 江经济水平 都在 稳步上升 就在这个过程 之中 于是呢 经济重心 和政治重心 南北分离的 过程之中 淮河流域呢 却在这个过程 之中呢 独立性的 这种地位 逐渐 开始淡化 边缘区的特点 在上涨 那么除了于 一南一北 黄河 长江 本身的这种 发展变广 有着直接关系之外 另外 这就是 淮河流域的 自然地理形式 于是 我们就可以 看地图 在这一幅 淮河流域的 地形图之中 我们看到什么呢 在地形图的 核心 这就是淮河流域 但是 向北陵 黄河 向南 长江 于是我们发现 淮河向北陵 与 黄河流域之间 没有一条 清楚的分水岭 也就是说 一个较高的山地 构成两者之间 分水岭的特点 那么淮河 北部的这些支流 几乎都发源于 黄河南岸的 大堤所在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由于没有分水岭 很难分清楚 哪里是黄河以南 哪里是淮河以北 黄淮之间 自然而然 融为一体 这就是我们地理学上 经常说的 黄淮海平原 向南呢 我们也看到了 类似的一种情况啊 在淮河上游 和长江之间 是有山地 构成的障碍 但是呢 进入到了淮河 中下游地区 与长江之间 也几乎没有 明确的分水岭 正由于这种 没有明确的分水岭 从长江向北 当然 淮河也就变成了 长江流域 自然而然 向北的一个延伸部分 就在这样的一种 地理环境 和地貌特征之下 于是 淮河流域 在地理环境上 自然而然 就构成了 北边 黄河流域 向南 延伸的一个 边缘区 向南呢 自然而然 构成了 长江 向北发展的 延伸区 在这种 江河之间 边缘区的 特征之下 我想说 淮河流域 具有真正的 不南不北的特征 它可以站在 任何一个视角下 或从属于黄河 或从属于长江 当然 我们有的同学会说了 我们在地理学上会说到 淮河流域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 为了体现 它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 淮河流域如今还修了这样一个标识 这个标识既要说明 这样一个南北界线 也为了发展理由提供了一个便利 但是 所有地理学上所说的 南北之间的分界线 都指的是地理指标 比如说 我们这里看到的 所有的都是自然地理指标 哪些呢 比如说 在一月份的时候 平均气温 零度的等温线 所经过的地带 同时呢 年降雨量 八百毫米 降雨量线 所经过的地带 年积温呢 在十度以上年积温 达到四千五百度 等值线 所在的位置 等等 所有一切 都是自然地理指标 也就意味着 在自然地理指标上 淮河到秦岭一线 是中国南北 地理道道的分界线 毫无疑问 可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是军事 军事地理就不是这样 正由于在中国历史上 政治和军事 甚至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淮河流域 当他失去了独立性的特点之后 就变成 无难不回 附属于长江 或者附属于黄河 而这一点 在军事地理的大战略 从北向南的 这个军事进程之中 表现的是很清楚的 于是呢 我们又谈到了 明末清初的文人 附属于 他的这一部著作 《独史逢于记要》 当然这本书之中 会谈到 在淮河流域 有关的这些战事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 重要的战事 列在这里 但是 所有这一切呢 在 不足于 展现的这些战力 我们要进行 进一步的解冬 然后 再度回归 淮河 不南不北之地的特征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一幅地图 我相信 很多同学 已经发现 这是三国时期的版图 魏 魏 属 吾 但是 我们讨论的试点 只集中在 魏 与 吾之间 那么呢 我们观察的要点 在什么呢 在这 曹魏和 孙吾政权的 版图之内 怀河 究竟 在谁的 控制之中 于是我们发现 怀河 刘裕 是绿色的版图之中 在 曹魏政权的 控制之中 不但控制于 曹魏政权 当年 还有一位 著名的将军 叫邓爱 他呢 带领 曹魏的部队 就在 淮河流域 进行 囤田 于是呢 下一步的 历史发展 有什么样的 大事件呢 这就是 我们知道 三国晚期 曹魏政权 灭掉了 上游的 蜀汉 又灭掉了 孙吾 最后历史呢 完成了 三家规进 完成了 统一 这统一 建国 是在 西晋时期 可是呢 所有的 统一 过程之中的 政治 军事 一切 准备 一切 大事件 都是在 曹魏时期 完成的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 统一过程之中 曹魏 灭孙吾 而呢 淮河流域 却是在 曹魏政权 的控制之中 我们记住 这一点 在 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 众多的历史 事实之中 自然而然 会形成 我们每位同学 四季 得到的一个 结论 那么呢 在 西晋 完成了 统一 国家呢 进入了 短展的 统一之后 以后呢 再度分裂 那么 北方 进入到了 十六国时期 南方 这就是 东晋 中全 就在这个时候 南北之间 发生了一场 为后人 记得住的 一次 大的战事 叫 肥水之战 那么 肥水之战呢 他们的 交战双方 北方 前秦 于南方的 东晋政权之间 交战在 肥水 肥水是什么 地方呢 它是 淮河的 一条支流 言外之意 双方的 交战地点 就在 淮河 流域 但是呢 两者之间呢 是 位于南方的 东晋政权 弱 而北方的 前行 却是 军事力量 非常的 雄厚 但是呢 肥水之战 不但以 弱胜强 而且给我们 留下了一个 著名的 成语 叫 风声鹤唳 八宫山上 草木 结兵 就是凭借着 这样的 军事智慧 南方的 政权 东晋 赢得了 这场战事 当赢得了 这场战事 之后 位于 南方的 东晋政权 他的板铜 开始 向北 推进 将 淮河 流域 纳入到了 自己的 控制 之中 这是 在 十六国 和 东晋 政权 时代 所形成的 这样一场大战 赢得的 最后空间上的一个结果 那么 从东晋之后 中国进入到 南北朝时期 北方 先被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而南方呢 是在 宋 齐 梁 臣 几个政权之中 进行更迭 当然 我们这里 讨论的重点 不是 政治问题 而讨论是 军事问题 而军事问题的 着眼点 当然 是 地理了 那么 我们看 在呢 北魏和 刘宋政权 帝王姓刘 为了区别当年 赵狂印建立的宋 历史上呢 把他称之为 刘宋政权 在北魏和刘宋政权 南北对峙的过程之中 我们仍然关注的是 淮河流域 很明显 淮河流域 是在南方政权 刘宋政权的版图之中 这是继呢 东晋时期 匪水之战 赢得的结果之后 保存了 这样一个 南北对峙 南方政权版图之内 包括 淮河流域的 这样一个 成果 继续看 从 刘宋政权之后 北魏 依然是北魏 而南方政权呢 变成了南齐政权 在 南齐政权 所 在的时间之内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淮河流域 变成了呢 南北双方的一个界限 而对于整个淮南地带 仍然在 南方政权的 控制之中 我们继续看 在呢 下一个历史进程之中 这就是 南方政权 为南梁 而北宋呢 已经在呢 北魏政权 原有的版图之中 分裂成 一东 一西 两个政权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西魏和东魏 仍然保持着 从全国的角度来讲 南北方对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峙的局面之下 我们又在关注淮河 淮河流域 仍在 南方政权 南梁的 控制之中 所有上述的历史过程 是在南北朝时期 宋 其 梁的时代 淮河流域 都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呢 南北朝 南北对峙的 这样一个局面 一直 维持着 南北朝 最后一个阶段 南方政权 为臣 发现 在这个版图之中 淮河流域 已经在 绿色的反北之内 落到 北齐的手中 但以后呢 北周 灭北齐 公元581年 在北周的基础之上 隋文帝 建立了隋朝 在589年 隋文帝 魏师南下 统一了全国 那么 所有这种 淮河 在北方政权的 控制之中 而呢 最后 南北朝 南北对峙的局面 消失了 于是呢 全国统一 实现了 所有这一切呢 最后 我相信 未等我们看 不足余的结论 我们同学 或许 就已经 就已经 形成了结论 不足余呢 告诉我们 在呢 南北朝 或者说 中国历史时期 如果出现 南北分裂 南北对峙的 这样一个局面 在军事地理上 争夺的重点 既不是在北边的 黄河 也不是在南边的 长江 争夺的地点 在怀河 而这种争夺呢 又具有一种 鲜明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物足余说了 这叫做 难得怀 足以 可以俱北 这就是我们看到 从东晋 到宋 齐 梁 都将 淮河流域 包围在 自己的 控制之中 然后 保持了 南北朝 对峙 这样一个局面 反过来呢 顾祖瑜 又继续说了 在南北 对峙的 局面之下 如果 北得怀 南 就不可以 自保了 这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 如果怀河流域 在北方的 控制之中 最后 统一天下 南北合一 这就是 必然的了 比如说 在三国末期 曹魏 因为拥有 怀河流域 一举南下 统一天下 而在南北朝晚期 北齐拥有 怀河流域 北周灭北齐 随又建立在 北周的基础之上 最后完成了 南北之间 统一为 一个政权 正由于 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 他告诉我们 南北之间的 军事交锋 既不在江 也不在河 只在于怀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时期 由北向南 军事战略空间变化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不是河 不是江 而是在中间的这一个不南不北之地 怀河流域 那么总结啊 上述历史 其实啊 可以说 顾祖渝的这个总结 可以说呢 概括了中国历史时期 大多数的历史世界 无疑是一一对应的 只有一个特例 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当年 钟元璋建立的大明皇朝 他是在南方起步的 向北打 然后呢 却成功了 那么呢 后来呢 很多人呢 都在考虑 为什么 朱元璋向北打 和历史时期所有的 北方重拳 拥怀 而南方则不能跑 是不一样的 于是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啊 不一样的 一个历史 首先第一 在于呢 元朝晚期 和一个政权的晚期啊 从 政治的统治者 都进入了一个衰退的时期 同时呢 进入中原很久 元朝的这些骑兵 如果和呢 卓元璋手下的骑兵 可以说呢 他的优势 已经呢 不和呢 元朝建国之初 已经大 大了 这是呢 骑兵力量 朱元璋同样有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地点 据说当时啊 朱元璋呢 拥有一些火器 也就是说呀 拥有火药 等等 虽然呢 火药呢 在宋金战争之中 就诞生了 但是在实际 应用在真正的战事之中 并不不便 而朱元璋拥有这样一些火器 为他向北推进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在由南向北打 最终赢得了首币 但是呢 这只是在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一个战力 那么从历史时期 雇主于给我们举的南北之间的军事交锋 不在河 不在江 而在怀 对于后世的政治家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呢 我们从历史早期 回归到中国革命战争时期 再呢 解放战争 三大战役 其中呢 争夺最惨烈的是淮海战场 这是当时呢 华东军区的 总的军事指挥者 素玉和他身边的助手 那么呢 在华东和中原解放军 两大兵团进入到淮海战场的时候 位于西百坡 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 曾经有这样的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拿下淮海战场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对手 也就是 文明政府的军队 当时呢 蒋介石 亲自在淮海战役 为全面爆发之前 他也来到了战场 然后 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革命之成功与否 就在此战 他们用的也是革命 这个词汇 这说明什么 顾祖渝告诉我们的 南北之争 不在江 不在河 只在回 这个时代的政治家 有深刻的印象 而且留下了准确的敬意 那么于是呢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之中 我们来看呢 淮河流域的地形图 一般呢 我们看 在重要的战事之中 争夺的地带 都有一些显要的地方 可是我们打开地形图 看得出来 淮海战场 几乎是一片平软 而构成整个淮海战役 是由三个环节组成的 也被称之为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三个三角 和红色的箭头 所包围的地带 显而易见 在这战事的发生地点 没有任何显要的地带 都在屏幕 这就是淮海战役 牺牲之大 惨烈之大的 关键性的原因 不是在守一个 在军事地理战术上 具有作用的 一个显要的地方 而是从宏观的大战略 从北向南 大战略之中的 关键性的一个环节 正由于如此 于是呢 这战役发生过程之中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华野部队将呢 黄百涛的兵团 包围在碾庄 当呢 黄百涛兵团 被包围在碾庄的时候 于是呢 对于当时 淮海战场上 国军的总指挥部 设在徐州 从这里呢 派出了一支军队 一路向东 进行援助 于是呢 在徐东一旦 就发生了一场 激烈的阻击战 这叫做徐东阻击战 国军目的是很清楚的 黄百涛在中间 来自于徐州的援军 在外围 他们希望内外合击 将华东部队 变成了馅饼 那么徐东阻击战 同样是在平原 这是解放战争 三大阻击战之一 另外两大呢 发生在辽审战场上 分别是塔山 黑山阻击战 当然 我们在赢得徐东阻击战之后 对于黄百涛部队 进行全监 黄百涛呢 自杀而亡 赢得了缅庄战役的胜利 第二个阶段呢 发生在双堆积 徐州的国军总指挥 希望呢 在呢 棒部一带的黄梅 一路向北 率领他的兵团 向徐州靠拢 在黄梅 一路向北的过程之中 于呢 南北的国军部队 都脱离了 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的华东 和中原解放军 两支部队 对于黄梅 进行了一个包围 我们都知道 黄梅是国军部队之中的全美式装备 精锐之中的精锐 但是最后呢 我们成功完成了对黄梅兵团最后的消灭 黄梅本身做了俗 这个地点呢 发生在双堆极 当双堆极 我们获得了第二个阶段的胜利之后 战事转移到了陈关庄 那么呢 陈关庄这个地方 是当时呢 在淮海战场上的总指挥 杜玉明 以及呢 邱清泉所指挥的这场战事 我们的华东中原解放军 完成了对呢 陈关庄 这支国军部队的包围 最后 全歼 杜玉明 做了俘虏 我印象里 邱清泉 大概战死了 那么在三个阶段完成之后 最后 淮海战役 赢得了胜利 在淮海战役之前 当时老蒋啊 他心想 打胜淮海 然后完成 在中国历史时期 新阶段的南北朝时期 他们都读过故事方译句要 我们中共呢 在西百坡的中共领导 也都知道 淮河流域的重要性 不在河 不在江 只要拿下淮河流域 解放全中国 渡江南下 那就是时间问题 所以 当最后 淮海战场 赢得胜利之后 果然 于最后的结局 是吻合的 我们的渡江南下 叫趁盛而南下 没有给老蒋 留下任何幻想 和南北朝 再次形成的 这样一个结局 所有的问题呢 在落实到 大战略发展过程之中 具有 淮河流域 是自北向南 这一个战略空间之中 关键的一环 关键之处 在于 它是南北之间的 边缘区 好了 我要讲的问题呢 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同学 和各位朋友 感谢 好的 好的 谢谢韩老师 谢谢韩老师 用了一个小时 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本来想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 过程里面 那么 韩老师主要想了 两个问题 从历史进程 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中国 这个军事地理 过程的一个展开 主要是从西向东的 这么一个 政治空间的一个扩展 那么举个例子 都是我们二十分强的 从秦国的统一 到这个后来 这个 南北朝鲜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从北向南 的人口流动 所带来的这么一个 军事的一个斗争 这是我们一种 二十分强 包括尤其是 韩老师 讲到淮海战役的这个例子 那么很多军民 都对一个都是 非常熟悉的 那么这里面提到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让我们感觉到耳目一新 如果说自西向东 这个政治空间作战 关中的重要性 那么其实这个 我们在史记里面 可以看得这样清楚 也讲得很清楚 那么自北向南 那么韩老师从 都市放逸记要里面 指出这个淮河的地区的 这个独立性的丧失 这个对中国这个历史的 军事地理进程的 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说也是啊 符合我们对什么呢 整个历史进程的 这么一个观感的啊 那么感谢啊 感谢韩老师的 呃呃威威道来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 呃也有啊 这个老师同学 很有提问啊 那么接着有提问的 我们可以看聊天区 有一个问卷新啊 可以收集 那么有两个问题啊 那个韩老师 呃第一个问题 其实韩老师 已经谈到第一个问题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 东北地区 自安时之 安时之乱以后 地位非常突出 那么东北地区 作为根本之地 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请韩老师 呃进行一个 呃讲解 这个呀 东北地区啊 其实啊 在中国历史 处于王朝阶段了 他只是啊 通过辽东辽西 控制东北 辽东辽西 对于中原王朝来讲 是控制东北的一个战略要点 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讲呢 他是通过辽东辽西 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要道 所以王朝时期 关键性的地点 在辽东 在辽西 而对于后世来讲呢 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它重样是重要的 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呢 对于我们 就是中共一方 在辽审战役完成之后 对于我们具有的 关键性意义是 我们具有一个战略大后方 因为第一 这里呢 有松辽 松嫩 两大平原 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 肥沃的土地 同时呢 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 这里在俄国和日本人的 先后控制之中 营建了近代的工业基础 再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背后 是苏俄 这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上 具有共同的 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或者说 共同在共产主义信仰之下的朋友 因此背靠苏俄 面对朝鲜半岛 有金日成 这里是一个大后方 具有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 辽审战役 为我们赢得了一个 稳定的 可靠的 几方重意义的 一个大后方 如果仅讨论 这个地方的根本之地 辽东 辽西 辽东辽西 是出 语入的一个战略要点 好 谢谢 好的 韩老师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两个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问题 这是有同学问 请问韩老师 从军事地理上分析 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呢 这个问题 其实啊 这个问题啊 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这个综合性的问题啊 如果从太平天国最后啊 定都于南京 南京在军事地理上 可是具有优势的 这就是很多人都讨用过的 说呢 在历史上 中国的政治中心 大多数都位于北方 那是中国古人有一个理念 认为北方水深土厚 适于帝王之都 围堵南京 叫做古巨龙潭 具有帝都所拥有的 这样一个特征 因此呢 太平天国立都于此 这是一个在军事上 有力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太平天国建立政权于此 但是呢 太平天国政权在晚期 就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首先 内部 政治的腐化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然后呢 内部的这种 政治集团之间的 这种分裂 于是我们知道了 石大开 出走 杨秀卿 被杀了 等等 这种内部的分裂 使整个太平天国 在 人心 军队 等等 都发生了一种呢 力量的一种衰弱 和丧失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之下 最后失败 好 谢谢这位同学 最后一个问题 我感觉最后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似是而非 这位同学问 请问韩妈妈 称韩老师为韩妈妈 西方外来作物传入中国 一般主要有三条道路 我国历史上 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 来打通和维护这三条通道呢 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可以确切的说 没有 就是这三条道路 一条呢 是从新疆西域进来 就是丝绸之路 另一条呢 是从缅甸进入银南 抵达四川 这两条道路啊 其实在历史上起的作用都不大 第三条呢 就是从广东福建一带的东南沿海 进入中国 这一条道路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三条道路的维护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事情 原因就在于 我们中国人呢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住中国 从我们的国土走出去 因此呢 所有进来的都是外来文化和物质 主要进入中国 那么这种主要进入中国呢 在传播文化的贡献之中 第一是草原民族 包括像匈奴 突厌鲁 蒙古人 他在欧亚大陆东西之间进行奔驰的过程之中 完成了东西文化的传播 主动给我们带回来了 第二呢 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 他们在与中国进行交流的过程之中 沿着路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把这些物质和精神文化带入中国 西南这条路也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主动的人员流动商人交往带来的 我们从来都没做过维护 原因就是我们的帝王没有觉得这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内向型的建立在以农为主的 这样一个文化和背景下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内向型的这种农业为主呢 我们又要追溯的刚才大秦帝国的统一 商鞅 商鞅推崇的就是重农而易商 那么这种农为本商为末的理念 被带到了大秦帝国 从大秦帝国结束到西汉盲朝的建立 我们熟悉的一个命题叫做汉随前治 就是西汉继承的是秦朝的制度 同样是重农而易商 那么从西汉时期重农易商 变成一个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 在后世的两千多年之中延续下来 那么农业呢 立足在一个无动产的土地之上 形成的文化就是内向性的 不是走出去的文化 那么既然如此没有走出去 我们也不会进行回复 所有的无论是农业乃至于所有的 和精神交流 几乎都是外来文化 主动的进入中国 又由这些僧侣商人等等 将中华文明带到全世界 好 谢谢这位同学 对了 好的 时间关系 那么韩老师已经讲了 将近两个小时了 非常感谢韩老师能在摆忙之中 能为我们华中科技大学 能为网上的听友 带来一个设想商 历史上的文化上的一个盛宴 那么最后 我们再一次感谢韩老师 那么以后也欢迎韩老师 多来武汉 多来我们华中科技大学 实地看一看 走一走 好的 谢谢夏老师 谢谢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 好的 感谢各位同学 好的 感谢韩老师 感谢各位听友 我们第2486期的人民讲座 到现在就结束了 那么欢迎后续 关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 后这个系列的这个讲座 那么我们有一个 QQ群 在这个聊天区里面 有兴趣的老师同学可以加入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韩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同学 好的 好 我退出了 感谢大家 好 嘿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